2008年6月27日晚上 北京市朝陽區京廣大廈地下兩層停車場裡 身著白短袖上衣的男子 將一把日本綻刀遞給身著黑短袖上衣的男子 这段清晰度不高的视频 是中共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的金针公安 在侦查嫌疑人何刚强时暗中拍下的现场录像 何刚强也叫何阳 就是这名百姨男子 而接受战刀的黑衣男子 则是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傅政华 在他经办的多起经济案件中 何刚强都是嫌疑人 这一段主项就是当时的火牙 向傅政华行贿的方面 中铁多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的王金揭秘 这把日本战刀是行贿的一部分 行贿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包裹交给了傅政华 给傅政华自己向中纪委交代的时候 所在包裹里面是现金 他的奸捷说是这个现金 是因为他的司机家庭贫困 所以送给他的司机 第二 送了一把日本占当 这把日本占当傅政华后来奸捷 给中纪委的人撒谎 说是一个儿童玩具 这个错综复杂的案件 还要从上世纪末铁道部计划改革开始 当时王金抓住机会和铁道部合作 在香港投资成立中铁多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等几十家公司 从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里 王金打造出铁路商业王国模型 总投资925亿人民币 项目总市值几千亿人民币 就在此时 中共太子党也对铁道改革垂涎欲低 王金说 他们利用各种不法手段 抢劫企业的财产 2008年5月 内蒙古呼伦贝尔公安局 接受了中铁多金的报案 对何阳等人立案调查 同年9月6号 何阳在北京被公安抓获 大事生命是积压医院 北京市的西山集派出所 在这一个时候呢 傅政华呀 亲自单队 要那几辆公安局的车 拉住全部到的公安局局的员 包围北京西山集派出所 把内蒙古公安呢 创立中的活样强调了 然后呢 傅政华也把这个活样的释放了 经纪住 他就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 要这个活样安静地管下去 傅政华抢到这个管下去 他选择后 继续能包批活样 充当他的保护伞 2008年10月 呼伦贝尔公安局 在向最高检和内蒙古检察院 汇报相关案情的报告中 把傅政华称为 北京市公安局某副局长 报告说 该局长与犯罪嫌疑人何刚强 关系非同一般 北京市公安局不追究何刚强刑责 也拒绝移交该疑犯 适用这种形式保护犯罪 傅政华在今年10月落马 当局指他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但没有披露具体罪名 而这段被曝光的黑历史 揭开了他漫长公安生涯中的一小角 再次继续提供赞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